你们说合适还是不合适 合适打两个字合适 不合适打两个字不合适 你们大家再看一下 你们看清楚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 再给大家打个招呼 看清楚了到底合适还是不合适 姐姐的话她说她的意思 我个人她就不用搬抓不用吃苦 是不是这个意思 就是那种对吧 然后跟着我爸去跑那个业务 不合适是吧 他们都说不合适 那这样这样不好吧 怎么不好呀 你靠自己的双手打拼 还不好呀 然后你等下 以后你的车给我开上 对 那房子也住你的 对 那吃一吃你的 对呀 这样 因为在我爸的公司里面去上班 多好呀 那那这怎么我都接班了 表哥接班了 这样子少分都两年嘛 对 少分都两年 我觉得其他都还好 就是这个我们两个年龄 你那个年龄我比你小一点 然后我我喜欢找一个比我小的 我不喜欢比我大了 大的疼人一点吗 啊 你大三爆金砖吗 你大三 对对对 这地方是对的 这是什么意思 这地方是你大三爆金砖 就是你可以少奋斗两三年三四 没事我奋斗五年都没事 我年轻嘛 这不 这不奋斗干嘛嘛 还有一个就是你家里条件太好了 你看你这开的都是 开的都是杯 杯池什么大忌吧 对 对 那我都没有坐过这种车 你说这搞的我以压力大 然后你看我我我我平时我工具上上班 我都是踩的都是泥巴 你看你家那是别墅 我这一泥巴又又又脏 不合适 我住的也压力大 对吧 把你船那些 不是把你家的船那些都脏了 你跟着我爸去跑业步 你会 你就不会在公司里面上班了 哪里有那个什么 泥巴呀 什么灰尘啊 都没有了 对呀 那个干干净净的医生 刚刚进一趟出去 刚刚医生回回家多舒服呀 但是他他没什么文化 那么就是怕那种业务太高了 他跑不上 你看现在咱俩 我们家的文化比较低 我两兄妹说话都有点结结巴巴了 有点 呃 你这样子吧 你你让我考那个五分钟好吧 让我考那个五分钟 然后我再回答你好不好 那个那你这边呢就是有没有看不起我的那是吧 没有啊 我没有没有看不起一个人 我就是我就是我妈就说你比较踏实然后叫我出去看一下 然后你妈说我比较踏实是吧 对 我不会听乐瞧不起一个人的 那你现实就见到我了感觉怎么样吗 你觉得我人怎么样吗 和我妈谈说的差不多吧 和你妈说的差不多 对 那找的也不比 我哥哥 我们外妈的 是她的那个姑姑吗 对 我们哥哥 这麻烦呀 家人们 大家给我一个建议吧 好吧 少年的女人 这人不错的 家人们 这人不错的 就是我觉得 不知道大家觉得合不合适 我先说 叔叔阿姨 我觉得我哥没啥文化 不合适 一点都不合适 我哥哥 真的 主要是我哥文化太浅了 他可以跟我爸去运筹呀 去我爸喝点酒呀 打你一下那些 琐碎的事啊 就是说去给你爸大助女 是吧 对对对 这太好了 他没有这个本事的 给你爸大助女的话 平时要干什么呀 要提包包 把他开开车 对 然后 大助女都要干什么的呀 家人们 我不知道 跟他爸爸大助女的话 那一个月得给我多少呀 一个月 一个月 一个月的话给你两万 两万 对 这么多 对 哇 那我一个月八串都扒不到 一万块都扒不到 给我两万 两个W 家人们 那比如说 我哥 你爸去网上去益筹啊 这些 万一我长得太帅了 那些小姑娘看上我了 怎么办 那你 你不吃醋吗 你跟着我爸去考验 我肯定放心了 放心是吧 对 对 这样子的 他酒量不好 他喝一杯都会醉的 他不适合硬撑 平时他出来都喝饮料的 一般搬砖的人的话 等到运务上班的话 喝酒都挺厉害的 他搬砖 因为每天要回农村 所以说 哥哥要不这样子吧 那个 我先回去吧 然后 我跟我那个 我哥 我姑姑说 然后呢 我跟我小姑说 然后让我小姑跟你妈妈说吧 你这边是现在喜欢我了 是吧 就是没啥问题 是吧 对 没啥问题 哥 你怎么这么直 看我这边 是吧 我说话比较直 你不要 那个 我现在一时半会儿 也不知道怎么回答你 我回去了 想一下吧 然后 那个吧 你现在就要走吗 对 你要不要留下来 我去吃吃夜宵呀 唱唱歌呀 你说 玩一下嘛 放松一下嘛 反正你在公地里面上班也累嘛 放松一下自己嘛 行不行 你说我在公地上上班也累 然后带我去唱唱歌 放手一下 家里面你们说去不去啊 去的话 扣个一 不去的话扣个二 这欢欢 欢欢喜的意思呢 就是我我平时 在公地上上班也累 然后呢 也比较辛苦 带我去放松一下 请我吃点夜宵 然后带我去唱唱歌 你们说去就扣个一 不去就那那唱完歌呢 唱完歌 唱完歌 然后就是在这里面 然后互相再了解一下嘛 在这里面 再了解一下 你不要笑嘛 你这一下 你的意思 唱完歌就互相再了解一下 对 就是说 在唱歌的过程嘛 就是你上席的了解一下 我这个人的人品 然后你可以了解一下我这个人的裙子 我了解你了 我已经很了解你了 就是你将其条件好嘛 我觉得长得也漂亮嘛 然后这个 还有就是这个蛇皮也好 都挺好的 挺好的 这样没 您各方面还比较优秀的 还蛮好的 就是 主要是你优秀这一块占优势 对 哥哥稍微差了一点 他会跟着我爸 学着我爸爸 然后努力嘛 后路都给你找好 哈哈哈 你把我的后路都给我想好了啊 既然想在一起肯定要 那个 要考虑后路 对 对 这样子的 直播间 爸爸妈妈们啊 就是我为大家一个一个问题啊 就是说 你们说要不要了解一下 就是 这花花姐的意思呢 就是带我去饭搜一下 就唱唱歌什么 呃 吃点夜宵什么的 就是进步的了解一下 对吧 不然你说这鸟鸟就有 也没有互相了解 因为就看不到你的优点 是吧 对 对 然后你你又等一下又开车 带我兜兜风那种 是吧 这 去不去家人们 去就打个去 不去就打个不去 好吧 我替我替我直播家爸爸妈妈妈 就如果说80%的人都说建议我去的话 我就跟着你去 好吧 那等一下就我们两个去啊 是妹妹 你妹妹一起吗 妹妹一起吗 不不用不用 你不去的话 你不要不用 你去哪了 这里人生地不熟的 我那个就是 你把我整的鸡蛋了 就是 花花姐的意思 她说你这边人生地不熟的没事搁着我们一起 对 跟着我们一起去唱歌呀 吃点宵夜呀 喝点八家一呀都可以 我不用不用不用 我那个我散散不保 我到哪里等你 还怕你走丢了 还怕你走丢了 知道吧 走丢了你哥哥要找你 等一下你哥哥要怪我 把你丢下的那种 反正对我也不好吗 好好好 谢谢姐姐 但是我得要 就是我粉丝卖都同意的话 我就去好吧 就是我的家人们 这个要不这样吗 表哥我们 我们在这里再坐一会儿 好吧姐姐 我哥我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 家人们 我以前他们 他们让我去我就去 因为我是一个比较 比较就是替父母的 画的那种孩子 知道吧 你看我这也老实 老老实实的 对吧 他们叫我去呢我就去 他们叫我不要去呢 我就不去了 好吧 可以吗 啊 你点头是什么意思啊 是可以的意思 还是不可以 提个叔叔阿姨的吧 替他们的 对可以可以 那直播间六千四百人 马上七千人家卖 嗯 你们说去还是不去 来 百分之八十的人打去我就去 百分之八十的人打不去我就不去 好吧 你那个啊你想了解一下你给小林那个这样子你你对换一下你过来做不是你带你带这个你带花花你们哪个那边换一下我我问一下我爸爸妈妈们好不好嗯然后他们同意的话等一下你们俩过来 你这样我跟我跟我跟我说一遍你带这个出来吧 你替我的好吧 你这样子就是你给我的妹妹去灌一下好吧姐姐他他灌一下然后我问一下我的爸爸妈妈们好不好如果他们都说可以了那我们等一下就去吃完 去夜宵 然后去唱歌 然后相复了解一下 然后我跟我小哥那边也说一下 好不好 如果他没说 我爸爸妈妈说不要去了 那我就要早点回家了 好不好 好不好 你们俩先聊一下吧 我们俩聊一下吧 好吧 我们这边坐一坐 谢谢点赞 谢谢点赞 咦 我又是不来了 不来了 啥玩意儿这 我的天哪 我都说不来了 你们飞让我来 这搞得好尴尬嘛 这 你说这人家这么老远的跑过来 对吧 跟我下个期 那 太打击人家了也不好知道吧 那么还是得考虑一下人家的感受 对不对 这照片上怎么 这现实就怎么就不一样了呢 这区别这么大 我说我不来不来 你们非要叫我来 对不对吗 我说我不来你们非要叫我来 这一下尴尬了吧 这一下搞得 对吧 这一下尴尬了 好吧 我现在 我也不好聚聚人家 知道吧 你们也知道对吧 我小姑和她妈妈都是闺蜜 我说话太难听了 又又人家拿去说也不好 而且我的人皮人格 你们也知道我也不好去打击别人那种 知道网家吗 所以呢 所以呢 我现在有个办法呢 是什么 就是等一下 我跟她 她等一下寄来的时候 我跟大家说 公平是全部打 不合适 好不好 等一下 直播就七千人了 等一下 他们两个寄来的时候 我把这个寄头对着她 然后呢 你们 我就说 这样子 我粉丝们说 粉丝们说 我爸爸妈妈妈说 合适我们就 就那个啥 不合适我们就 就不那个啥 我就这么说 然后呢 你们公平上全部打 不合适 你们两个不合适 这么去打 好不好 然后这样子打 我就说 我家 我爸爸妈妈妈都说不合适 所以就 就那个啥 然后 我就走掉 好不好 OK吧 可以的话 可以来答应阿伟的扣个一来 直播就七千人 答应阿伟的扣个一 不然 不拉 不拉这个办法的话 就解决不了问题了 知道吧 不然的话 人家觉得 人家觉得 我不礼貌 知道吧 我直接拒绝她 我说我们俩不合适 这样子的话 觉得 对吧 不好 因为 她 我小姑跟她妈妈是闺蜜啊 和好的闺蜜 所以就是 他们的关系比较好 知道吧 我不好去拒绝知道吧 家人们 对扣个一等一下 我把鸡头对着她的时候 你们就 就说那个 来 大爷阿伟的全部点赞来 咱们把赞的点起来 双赞给我点起来 直播间 直播间七千人 来 能做到吗 能做到的家人们 我 我刚才我来的时候 我也 我也带了一个好东西来了 我 我做我从我公司里面 带了一个好东西来了 但是你们等一下公平上不要打 我是自己做公司的或者我是个老板 这些不用打 这些 这些人家觉得我 我 我那个知道吧 知道吧 他到时候又 你说我没有 对吧 没有实力的话 人家就就看不上我了吗 对不对 这搞的麻烦 这搞的 来 能不能做到 等一下 马皮上全部打 不合适 能不能做到 来 能做到的全部给我扣一 扣一的人 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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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啊 我直接给大家安排一个安排一个福利 好吧 直接给家人们安排一个福利 好吧 来 直接给安 来 直接给大家安排一个福利 好吧 可不可以 直接给大家安排一个福利 可以的扣个一来 我给大家安排一个好东西福利 然后等一下大家答应我好不好 大家答应我 把这个事情 做好 配合好 好吧 我们直接配合好 对我刚才来的时候我 我让小弟拿来的 来 我给大家炸 炸个 炸个50 当福利 好吧 把这个福利给大家炸了 来 看到没有 来 给我挂个车来 挂个车 对 把这个 给我挂个车 然后 然后 这么的家人们 这个是一个垂高 垂高 现在秋天来了 是一个垂高 秋天来了 然后呢19块9 来这么的 皮食 19块9一只 今天晚上 阿伟给大家安排两只 直接 19块9到手两只 现在秋天来了 每个人都是需要的 需要这个东西的 而且蓝脸都可以用 因为今天晚上 粉丝家人们 帮我 等一下把这些事情完成 我给大家炸个50当 来 下方下方车 直接上 直接已经上车了 上车了 19块9 包邮到家 等一下大家 大家 给我说 给那个 给那个 什么花花说 我们两个不合适 我了 看到没有 是这样子的 然后现在 现在秋天来了 秋天来了 然后 秋天来了 对 然后就 你们就那个啥 就游戏了 这样 看到没有 这是设计把他这个锤高 啊 这没有颜色的啊 家长来 哪里都可以用的 对 包邮到家里面 你们平时在外面外面 平时在外面买的话 就是这个这一只得要几十块钱 看到没有 这不是这不是普通的家 来 我直接给大家上车了 两只啊 两只 到手两只啊 这是我在我们 呃 餐库拿来的一个 很很不错的一个皮啊 我给大家扎一个福利 大家需要的去抢就可以了 然后 等一下 帮我完成这个事情就可以了 来直播间五千多人 下方小花车已经上车了啊 直接上车了 下方小花车直接上车了啊 它是这样子的 看到没有 对 两只啊 每个人都优得上啊 这个是优起来也很方便呢 然后我们随时抓一只在包包里面 下方小花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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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冻